考研真题历史学综合,资产阶级革命,近现代英国历史,起始于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。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。 1603年,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无死,苏格兰国王詹姆斯,六世纪成英国王位,称詹姆斯一世,1603-1625在位,开始斯图亚特王朝统治,1603-1649,1660-1714,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,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,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。 和新贵族,越来越不能忍受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。但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无视这些变化,坚持军权神授,大力加强英国国教,迫害要求纯洁教会的清教徒,并出售工商业专卖权,恢复早已废弃的科捐杂税,致使矛盾计划。 1628年,议会反对派提出反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权力请愿书,国王遂解散议会,实行11年无议会统治。 为筹集军费镇压苏格兰长老派,清教中的保守派教徒起义,查理一世被迫于1640年4月召集议会,三周后又解散议会,实称此接议会为短期议会。 同年11月,查理被迫第二次召集议会,这届议会一直存在到1653年,实称长期议会,是革命的领导中心。 它的召开被认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。 1641年11月,议会向国王提出大抗议书,一年1月,国王企图逮捕议会反对派首领位成,逃出首都,8月在诺宾哈向议会宣战。 173月,154日,国王提出大抗议会。 205年12月,总得所有的争大抗议会。 205年10月,地下次回答议会,您有点停止会,您有点停止会发生的会计则。 感谢观看